關心這是在宜蘭頭下 一棟騎車 處住是一個小禮的小禮桑 他二十多年前 在小禮之前 開始在這個廚房外賭 很多人都讓這個廚房吸引起 人家說他到底在賭什麼 另外的廚房也都跟他討論得對 現在這個小禮的小禮桑已經過世 有一些在地民眾人家說 這間廚應該要保留下來 變成是總體技術 廚上面有得摸摸摸 百合的食材到這裡的三條 外甲是真處美 不然家裡很特別 就連看起來很普通的廚房外賭 有自己做的偷偷來在中西 整棟廚就像是大型的中地藝術 穿完外國的風景 反正不可能不一樣就對了 那是一年輕人的房子 這樣看起來不會有 你會覺得那真有藝術 真特別 有啦有可能不一樣 原來這些廚房都是 宜蘭頭上的一個李阿伯 因為太太過世之後 一個人生活很無聊 所以就開始驅逼 用食材從家裡的廚 都在廚房外賭得很熱 也讓生活變得比較有味道 台灣的房子 經過的民眾都漏漏漏漏 像是有當風比較租情好的 老公在世 雖然你阿伯已經過世了 但是這間蔡圍的房子 一樣是真正的 還有一個新的民眾 將這個圍兵報到在網路 因為像這樣 藝術創作就應該要保存下來 他一生那麼喜歡那麼畫畫 就是如果消失蠻可惜的啦 真的很可惜啊 二十幾年的作品 留給大家摸摸的記者 富君的民眾也希望 加上我們新比風景的作品 可以繼續團下去 記者 中學報道